刘景辉匆匆赶到殡仪馆 抓人的时候他没来 因为他不感兴趣 对他来说 侦查推理的阶段最有意思 当江远都把凶手找到了 用监控一步步的锁定了 再看怎么抓人 对刘景辉是一点刺激性都没有的 他破过的案多了 抓过的嫌犯更多 就这么一个小杀人犯 还是被雇佣杀人的傻孩子 看不看都那样 但是当这位35岁并不年轻 孤身一人凌晨三点吃火锅 平衡感极强 有点专业能力 并愿意受雇杀人的男人 从四楼一跃而下 且决绝地选择了头朝下的落地方式以后 刘景辉对其瞬间来了兴趣 不容易啊 现在人要是没有抑郁症 不被欠薪 不欠小贷和银行钱 不被同时骗财骗色 通常是不会自杀的 当然 35岁这个年龄倒是有可能被解雇 但受雇杀人这个行当 还是没有那么卷的 总而言之 自杀通常不是犯罪分子的正常选择 哪怕是那些杀人凶手 是他人性命如草芥的 对自己的性命 还是无比珍惜的 刑警们经常能够看到那些痛哭流泪的杀人犯 他们的哭泣 总不可能真的是因为悔过了 有什么线索吗 刘景辉敲开解剖式的门 看到的已经是剖开的尸体了 短时间内连扑两具尸体 对江远和吴军来说 都有一点点的辛苦 江远直起腰 稍微放松了一下 再到 膀胱的容量只剩下三四十毫升了 膏丸也有点萎缩 鼻腔粘膜受损严重 有变性 另外 口腔牙瘾萎缩严重 应该有吸食好几年的毒品了 K仔兵之类的 毒礼已经加急去做了 两种都是派对毒品 驻台线似乎没什么有名的娱乐场子吧 刘景辉对基本的毒品还是有了解的 K仔主要是绿安酮 通常是跟摇头玩混用的 主要就是派对和夜店驻信用的 冰毒的应用范围更广一点 它是兴奋剂 所以星号星号德国发明了它用来打仗 古德里安和龙梅尔长驱直入 急行军促日以途径的部队 全靠着玩意撑着 现如今 冰的主要用途是助性 用了它 可以连续浇尾醋小时 还不饿 不爱吃饭 很容易就瘦下来了 妥妥的快乐减肥法 后果通常是性能力丧失 甚功能损伤 当然 一般的吸毒者是不会分得这么轻的 经常是买到什么吸什么 将绿安酮和冰混到一起的用法也很常见 而且功能性很明确 先嗨嗨完了就跑 无缝衔接 现场有发现吸毒的用具吗 刘锦辉也没等江远回答 又追问了一句 江远摇头 又道 这两种都是用鼻腔吸食的吧 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用具 剩下的毒品呢 没找到 也许是带来的吸完了 也许是 本地买了一点 江远稍微有点迟疑 铸台县的气毒向来做的还不错 但这是另一块领域 江远也没有太多的研究和了解 毒虫被雇佣杀人 倒是不出奇 也能解释他为何愿意受雇杀人 刘锦辉顿了顿 又缓缓道 只是这样一来 真正的杀人动机 幕后主使的杀人动机 就更难窥探了 吴君道 理论上也能结案了 受害人被毒虫所杀 毒虫自杀身亡 幕后主使只是揣测 其实也没有证据证明 毒虫收了钱 可以不用提这个查 毒虫杀人的动机呢 解释不了这个 案子也过不去 刘锦辉道 就算检查不问 法庭上也得问 情杀 同性恋爱人 因爱生恨 吴君胡揍了两句 又道 凌晨三点多 在酒吧杀人 会不会是做交易 我也担心这个 刘锦辉道 死了两个人 又涉及到毒品 给酒吧的老板和工作人员 挨个做个毒简 刘锦辉说着话 掏出手机 开始打给黄强明 将远继续剖尸体 接着做蜡块 这尸体反馈出来的点 其实挺多的 比如胃炎 肠炎 一线炎 比如风湿性 心脏病 比如多处 骨折等等 但其实都没什么用 此人是自杀的 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现在就算要找幕后之人 什么的 通过尸体本身 也是很难找到的 毕竟 他背后的金竹 只是给他钱 又不会对他的身体做什么 两人不发生身体接触 这尸检自然无法得到 金竹的信息 尸检快结束的时候 黄强明的电话也打了回来 刘楚 给酒吧的老板和工作人员 全部做了毒简 其中一名调酒师的毒简呈阳信 刘锦辉立即问 吸的什么 K仔和冰 黄强明的语气深沉 现如今 毒品的种类是很多了 尤其是新型毒品 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 同时吸同一种的 绝对不仅是兴趣爱好相同的问题 更可能是货源相同 甚至是一起吸过 好家伙 这就是两名死者间的联系了 挂掉电话 刘锦辉顿时兴奋起来 所谓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他堂堂推理达人 也的有线索才能发挥作用 刘锦辉的大脑 立即疯狂地运作起来 如今看来 两名受害者都跟毒品脱不了关系 刘锦辉琢琢磨着 且到 第一名受害者过分有钱 第二名受害者吸毒还能打 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在酒吧见面 毒品交易 吴军捧跟刘锦辉摇头 凌晨三点多钟 在别人家的酒吧 还是监控摄像头密布的 皆是中心交易 胆子太大 脑子太小了 关键是一号受害者是否知道 二号要对自己不利 如果知道的话 他为什么要出现在酒吧 江源也补充了一句 刘锦辉恩的一声 道 而且交易也不可能就两个人参与交易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二号是孤身一人了 要是毒品交易 他不可能一个人带货去交易的 等等 我找人问问 刘锦辉在这方面是不太熟悉的 转头就打电话咨询了起来 省厅有专门做禁毒的高级警长 见同僚询问 也就不厌其烦地说明起来 新形式下的毒品交易 有其特殊性 也有其相似性 对禁毒相关的民警们来说 这是在熟悉不过的业务了 刘锦辉直接开了免提 跟江源和吴军一起听 三人并一具尸体 都听得很认真 听完了 刘锦辉琢琢磨着 道 那现在的情况 我是不是可以判断 我们这个案子 确实是涉及到毒品了 有可能 但应该不是毒品交易 我猜测 有可能是毒品运输 运输 N 铸台肯定不是毒品的消费地 但被辟为运输通道 倒是有可能的 县里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 这种情况下 有些运毒品的 比普通人更需要安全的环境 他们也不可能搞武装押运 刘锦辉和江源互相看看 物流运输需要安全通畅的环境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 肥 记住 里面 优独的 词 你